日前黄渤组织饭局 相约好友在某日式居酒屋 大韬至深夜 张一新王勋先走出餐厅 张一新乘车一溜烟走了 王勋安静地站在路边等车 就在这时 书奇出现在人群里 也不是快速显入车中离开 黄渤连外套都没穿 站在寒风中 不停地招呼朋友们上车道别 带众人散去热闹散尽 只见黄渤与黄宝强 站在餐厅门口角落里思雨 黄渤将状态不是特别好 拱着肩背站着 整个人看起来似销售不少 而旁边的黄渤则是 一副知今大哥模样 不停地和王宝强叙启搭道 仿佛很心疼他的样子 聊了许久 助理给黄渤送来羽绒外套 这时二人才意识到 已经聊了很久 将欲离开之时 黄渤黄宝强来了个身形抱抱 好似千言万语都在其中 所有视频引了个报 整理吧